國民黨立委徐小新 近期因為大姑捲入詐騙案 引來外界批評 今天出席活動 情緒潰體靠在國民黨團總召 傅昆琦肩膀上面放聲大哭 但過去他們的關係冷淡 徐小新還曾經阻擋傅昆琦回國 一看到國民黨總召傅昆琦 國民黨立委徐小新立刻衝上前 握在他的肩膀上放聲大哭 心裡滿是委屈 徐小新哭得撕心裂肺 把臉放在傅昆琦胸口不斷哭喊 歷時30秒連聲音都有點沙啞 傅昆琦雖然第一時間有些尷尬 但聯盟拍拍他的頭 再給他一個愛的抱抱安慰 又受訪了一次之後 傅昆琦搖身一遍成為護花使者 一度搀扶著他走上車 但徐小新就算在車裡 也忍不住顏面哭泣 跟災民沒有關的事情 卻變成是當場的這個焦點 因為我的關係 好像就也讓他們等了我一下 所以我看到那個副總照的時候 就覺得真的非常非常的愧疚 所以才會覺得情緒上面 有一點這個比較激動 回到臺北 徐小新的情緒平靜了些 他談言由於大姑捲入詐騙案 模糊政災焦點對傅昆琦很愧疚 這一出包包戲碼超級搶戲 但其實徐小新曾經對傅昆琦相當反彈 2020年當時無黨籍的傅昆琦向國民黨中央申請同舟計畫回覆黨籍 徐小新特別攜手前駐美大使金普聰 以及黨內青年世代開記者會阻擋傅昆琦回國 現在的中常委並不是在滿援的狀況之下 如果趁著這個中間的時間讓傅昆琦回覆黨籍 其實是很有問題的 徐小新昔日站在傅昆琦的對立面 時隔四年卻靠在她的身上討拍求安慰 或許連徐小新自己都始料未及 藉著徐一請臨時還障 是SNN小組台北歡迎才報導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